各位 上次說到水師提督私囊 和福建總督姚啟勝 為了商與什麼時候為最佳進攻台灣的時機 而爭議不憂 姚啟勝手下有個將軍叫做賴塔 他本來就坐在私囊對面一直沒有出聲 有一隻手就踏在椅背上 連帽都沒有帶到 那條邊一直倒下來 剛剛剃過的頭和臉都是油亮亮的 這時候 他摸一下剛剛修飾過的八字胡蘇 騎騎笑的就說了 嘿嘿 你們兩位爭辯了沒有 下官說一句不怕得罪你們的說話 你們似乎連皇上的聖旨都未能看明白 司狼為人嚴肅莊重 又一向很重視軍紀 咦 好看不慣賴塔那麼爛散隨便的樣子 啊 大人有何高見啊 姚啟勝嘟長嘴另歪了臉 一聲 你都不理自己的手下 這時候賴塔就拿起康熙的聖旨 少少說了 嘿嘿 聖旨都說得明白了 照我看 進攻台灣的事 催下的 你們想想 如果一定要攻取台灣 還何必要問 可否進兵呢 我們做臣子的 要善體勝心 計我說呢 乾脆老實回咒 台灣暫不移取 皇上也不用操心 我們呢 也不用做那麼多無益的事了嘛 賴塔講完就伸下懶腰 喏 盡快攻取台灣 統一中華版圖呢 是康熙親定的國賊 思良在京師那時候 皇上親自截見就遵遵觸托 但是現在這個賴塔呢 公然曲解勝意 暖發噩風 打斷了義士的進程 又這樣口出狂言 傲慢無禮 這樣就激怒了思郎 他突然十聲站起來 大學一聲 賴塔 戴上你的帽子 嘩他失驚無神這麼大聲 嚇到在場的將軍眼都光光了 那個賴塔 還愚蠢 做什麼 我要你快點戴上你的帽子 賴塔這魂聽清楚了 臉十聲紅了 拿手擦擦擦擦擦自己油亮亮的頭髮 冷笑一聲 你這麼霸道是不是 我老賴是沒有所謂的人來 紫禁城道跑馬五鳳樓下坐橋 我見得少嗎 你老大人那時候 在哪兒貴幹呀 一聽這麼說 屍郎就立即生氣到臉都歪了 他是從台灣投降過來的將軍 最忌忌是人家當面揭他這個短處 那時候他在邊署 那時候他還在鄭成功父親 鄭之龍報下當差 知道這個賴塔就不同了 他是雙王旗下的將領 恃著阿爺父親 和自己的戰功 根本就沒有將漢族大臣 是怎麼回事 總督姚啟勝 就見慣了賴塔 八旗貴咒的架子 雖然很厭惡 亦都無可奈何 他在福建做了這麼多年官 最頭赤的事 就是跟這個打仗不怕死 平日撒無乃的將軍打交道 但是屍郎就沒有辦法容忍 他臉的肉也拿了一塊塊 引起 炸 幾十個親兵在酒廊上好像炸雷那樣應了一聲 蕭騎教委藍里 按著刀柄進來 軍門有何指令 屍郎面上毫無表情 一聲令下 切了賴塔的位 賴塔一向刁盲不講道理 欺負慣了那些漢人 政討謹徵中 攻陷白雲波的時候 他立了大功 進鋒為將軍 後來就更加不可一世 現在見到屍郎發火 他將身向後一喊 咦 索性了半攤在椅上 雙手有節奏地敲擊著埃爾扶手 怪聲笑著說 嘿嘿 嘿嘿 斯大仁 你敢嗎 我不知道用哪隻眼看你這個提督好了 你以為你是皇上呀 嘿嘿嘿 在你面前 不帶大鷹帽 你吹 他話未講完 早就被身後邊的男女出來一拐 整個叮噹叮噹 中前兩步 那張埃爾扶聲就被人拿走了 賴塔即時就撥然大怒了 抹口抹面 雙手將公安一抽 嘩 將桌面的海域桃茶杯碗盞 筆墨子燴 噶啷 這剎那 就撒到整地都是 總督府的親兵就被他嚇得極了 俗得斯郎帶來的親兵 一個個木筆斜士 好像用釘釘在地上站住 一起伸手按着腰间的配件 只见尸郎两边塞的肉 立刻立刻低沉而威严地叫了一声 声将 然后转身向着总督姚启胜打个吁 伸手向旁边一样 姚启胜又连忙退一边 这时候 移门内的亲兵手按腰刀 好像弹过墨线那么直 排成了两行走进来 司郎又说 请圣上刺的金牌令箭 请与刺金牌令箭 一声传呼 乃塔玉当堂侧着 到了这时候 他才觉得有点不妙 将红影帽一颓上头 笑骑骑就扮个鬼脸说 老师啊 何必发火呢 我府上还有点事 树不奉陪了 改日见 改日见 司郎很冷淡地说 哼 你有罪在身 岂能一走了之 哈 乃塔面色微微变了 还死鸡撑硬脚啊 嘿嘿 什么罪啊 哎呀 你不要靠客啊 就为我拥落姚启胜那张台 哎呀 司郎客口客面就猛冷笑 哼哼 哼哼 你身为开府建牙大臣 狮字暗通台湾 善待朝廷向台湾借罪 称他们是田横壮士 还说什么 中外一家 清神入宫亦得 不清神不入宫亦得 有没有这样的事啊 哇 乃塔的心一下就离起了 哒哒跳 朝廷叫我安抚地方 那些是权而知计而已 司郎就不理会他变白 照走上中座 乃塔见到不对路了 就想走人了 刚刚走到堂口 被他护卫亲兵 叉一声 两支红鹰枪靠叉挡住他的去路 那总兵官就走上来 先打了个钳 大人 这个时候我们军门不发话 谁敢放你出去呢 总督姚啟胜知道这个司郎就不好惹的 眼见四名教委 抬着攻了金牌令战的龙亭步入中堂 那心一急 啪啪两声 撥下马蹄咒 扣了三个头 起身 红在司郎里就说了 将军息怒 看在赖塔是满洲哈勒诸子 又立过大功 放他一马算了 哈勒诸子 原本就是满洲说话 小孩的意思 这里这样用就有相关意思 可以说小孩不懂事 又可以解释为 心得皇上宠爱 姚啟胜很细心 操持也好注意分寸 司郎就不由得暗字叹识一声 借人头立军威的主意就唯有取消算了 他说 他是哈勒诸子 我是铁石心肠的将军 賴塔今天坏了朝廷精灵 乱我军心已经是有罪 防且在任差大臣面前刨敲军将 本阴差在向皇上告别的时候 皇上有物旨 要处置你的 就看你凝聚与否再作定夺 今天 你竟然敢如此放肆 人是 咋 司郎这时候 阴阴嘴笑离开了工作 围着赖塔走一圈 赖塔 以你以前犯的罪和今天犯的罪 将你军前正犯 会不会冤枉你呀 哎呀 赖塔早就被他的气势吓得魂不附体了 双脚一软跪低 咔咔咔声都不知扣了多少个响头 被灰脚一软跪低 喝酒喝多了 梦梦冬冬冬无上无下 冒犯了阴差 求大人放灰脊一马 隔掉你的顶带 反正你都不想带的了 大人 那时候那个总督姚启胜 连望下马里就说了 司大人 你怎么办 赖念这个赖塔打仗不失为骁勇之杖 请允许他大罪立功 司狼好像没有听见姚启胜的求情 哼 打仗哪里使用这样的人呢 叛屁打架就差不多 本阴差原本是想杀了你 看着你世代公分 又有姚总督代为求情 姑且就勉你一死 限四个月之内 帮我军督做十门大炮 和十万支火箭 装船听用 并以此来属你的红顶纸 不是的话 哼 司狼讲到这些事 将手一摆 砍他出去 那个赖塔愚愚愚扣了个头 一脚高一脚低 轮轮进进的就出了去 这时候司狼已经恢复常态 拖着姚启胜的手让座 一边坐下就一边吓吓大笑 哈哈哈哈 启胜卿 还说你素有铁胆之称 对赖塔这样的人 用不可怜呢 来来来 不要谈那些 我们还是接着谈谈 什么时候进军台湾 我认为呢 还是等到下季 借回南风的机会 进击澎湖 那后来 姚启胜和司狼就联名拜执 将两人争议的详细情形 就陈述了 发了六百里加急直送北京 并将处分赖塔的经过情形 另外附接片 奏报康熙 奏接到的时候 康熙正在上书房 和一帮大臣计奉天之行的事 因为狼审回来述职 详细报告了在黑龙江 查陷罗杀兵力布置 和巴海周培工地 和哥萨克周旋了几年的情况 康熙就决定 亲自去东北看一看战备 顺便接见一下 幕南那些蒙古皇宫 看了司狼的周接 康熙就忽然嘎嘎笑笑 哈哈哈哈 赖塔这个奴才 是要被司狼这样的人治下才行 汉人的坏杂气是沽名钓鱼 满人也有一样不好 就是叫中无法 这下好呢 用十门红衣大炮 十万支火箭去熟翻顶纸 呵呵 赖塔他还敢不收脸 说完康熙呢 就将司狼情治赖塔塔的事 告诉大家 众位大臣也笑到什么 康熙接着就命令高士奇 草耳召书给司狼 运去下跪进兵 赖塔做完大炮 就调任四川 免得他制爪私狼地 看起来看众位大臣 嗯 说到大炮 看来还是西洋人的好 好啊 在平定三藩的时候 西洋人张成做的大炮 在湖南陕西里大有用场 现在听说制炮局又停做了 那不行的 索压屠 你记住这件事 叫兵部留心 朕要亲自看看 索压屠就答应了一声 是 又笑着说了 诶 斯狼的炮艦 奴才看来已经够用了 如果这次再做大炮 就不如用在蒙古的葛尔丹身上 我怕那些大炮放在仓库上 时间长了 不好用啊 红压屠就坐在索压屠的旁边 他本来就不赞成攻打台湾 见到康熙决心意定 反而又担心战事不利 他就说了 诶 现在来夏天还有四五个月 如果能够再做二十门大炮 神认为就应该运去福建 小心使得万年船 等台湾那头打胜了仗 再将大炮运往古北口大营 交给飞扬古佣 那也不误示的 跟蒙古人打仗 要筹备得更加周密才行 康熙要在西部用兵 正在选择前敌大掌 红压屠几次推荐飞扬古能升此任 他都没有下决断 现在又听红压屠说起了 看来你决心要推荐飞扬古了 不过朕看似乎还是周培公好些 他在陕西平王附臣那时就很有章法 明珠当然不想周培公再度出兵立功 连王插口说了 圣上啊 陕西平叛主将还是陶海 带的兵呢 是在京师国王宫的家劳 没有陶海坐镇 他周培公一个汉族大臣 起得什么风浪呢 而且现在古北口的兵 都是正牌的上三棋 老陶海患病不可以上阵 周培公一个人是不行的 索压屠上一阵 就连气写了几封信给周培公 都没有得到回信 他的心就没底了 于是他就说了 红压屠和明珠说得对 周培公文药书生 靠他一个人统领满汉百旗敬旅 确是力不从心 况且他也有病 康熙一字听就一字猛的头说 几个人说话里头的含义 他虽然不知道底势 但是说周培公不可以带兵 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当初周培公还是平民受彩的时候 康熙就在烂面胡同那里 当场以军事面史 那真是谈封一起 四座皆惊 南苑行军法 平良大折 周培公的功劳就远在陶海之上 调任奉天提督 原本就是为了西边的战士再次起用他 这个时候 豈可轻易变更呢 想到这样 他刚刚想出声 只见太监李德全就进来说 曼岁夜 四省海关总督毅东庭上京 帝牌子请见 什么 府神来了 在哪里 快点叫他进来 空气一躍而起 大声吩咐 当然刚刚来到京城就请见了 是连饭都没吃的 全旨 叫御膳房炒几个菜 不需要很多的 要新鲜些的 坑德良说 毅东庭已经进来 跟着他身后 还有个人握着一笋文书 是内务府的唐官何桂柱 毅东庭出了京师已经有三四年 虽然和康熙有军臣之分 但是他们自小同行同坐 军臣交情很深厚 他刚刚进来就听见康熙吩咐叫人 跟自己炒菜 哎呀不知怎么办 鼻歌一冤 就流出眼泪 他一边口头一边说 奴才毅东庭 功见主子 你看我 还眼泪汪汪 这么大的人 真是不成体统 真情实感 康熙一康高兴就化作感慨 看着毅东庭 看了一大排才说 是啊 你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大臣 屋企老少如何 朕的孙婆婆呢 她没什么 毅东庭连望叉眼泪说 托主子的福 奴才娘亲身体健康 只是想念主子 天天淫几次 那么多 这次奴才进京 娘就将在秋天 专门为主子 朕的最早 带了十情来 她说 是主子最喜欢的 赤内市鸸梅 今年产下第二胎 神已经在摺子里奏明了 哦 没错 没错 朕还答应 跟这个孩子起个名字 嗯 就叫 魏虎 不用多久 朕就会见到他们 朕明年南巡 你叫革媒 帮朕准备好两层漂亮的额掌啊 哈哈哈哈 康喜说到这些 又问何贵柱 你有什么事啊 何贵柱拿了一大堆文书 到底是什么事呢 要知道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分解